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话我们深夜给大家录一场 对吧 最近这个时间管理者非常火 我们也来跟风做个深夜福利机 我们这也是多人运动 多人运动 好吧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 今天给大家带来几场国战娱乐的局 但是不多 我们少出一点 时间也有限 那么第一局的话 二十一号玩家 四三九九玩家 你一试试你的提供的素材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主视角的话 男主女主男副 防调戏 月音家二爷 这是一个经典的组合 续爆锦囊 一波爆表的娱乐组合 那么来看一下场上的话 一号玩家 小猪狗直接跳出 简易挂起 索索连环一个小忙开 关键 这边还忙到主视角队友这边 最后的话 这边是有一个读条 应该是越境 或者他自己奖飞的话 也有可能 好 那么场上的话 顺利二号为张飞也跳出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大鼠军团 对吧 扎鼠一波来 看来越境 应该是在场上 张飞这里也有读条了 好 那么一个二年鼠 鼠国这样的话 基本开局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局 所以这边张飞打得渣渣 打得渣渣 三号位两桃起初 这应该是飞位 然后明跳飞鼠 全无 全无 这个也有读条 那看来越境不在这了 上加的话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越境可能性就只能在七八位这边 那应该是离线的这一个 够什么够 够的够是你 好吧 那么大鼠军团啊 群军投机了 群军投机出来了 那么这边越境不谈 已经是离线啊 走你 就困扶威 主视角挨一刀 挨一刀 那么扎鼠 现在而言的话 这个一般般 少了年动 而且关键是 他们这个不仅仅是没有年动 是行动之间 隔的人头太多了 对吧 三号位四号位 当然我们主视角也是属将 我们这里肯定要出来了 这里肯定要出来了 来真正发气 这个是孙氏砸脚 这个是果然啊 这是要嫁给贝贝的女人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啊 刘氏砸脚 我们乡下学一波 那么万万没想到呢 上加这个位置啊 今天嗓子 调整一下啊 将为这个位置啊 强先一步 野了主视角这边 那野了正好啊 野了正好 年努到手 拿着香香的 拿着香香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不用多说了 刚才的锦囊一波刷牌 后面的话就是 砍而来 插标卖手 对吧 我们这个 野人的乐趣 就在于此地啊 对吧 幸亏他上车 不然我们这个抱团 打出来就一般般了啊 乐趣不大 你看啊 这个野人一波狂秒的话 人头三张牌到手 四三二一 你可时都此证 你可时都此证 有决斗了 当然人家有无懈了 有无懈了 我决斗 赵云 可以吧 他 过河 锁锁连环 当然他托管 直接气疗了 我们就 那就送我们呗 插标卖手 最后的话 我们再来收拾相向 这时候的话 你这个简易都可以用杀 杀出去了 对吧 拿桃杂呀 拿桃完美去收割 好 第一局的话 我们就到这里 第一局就简单的 我们一个开胃菜 开胃菜 越近吧 这是第一局 我们来看看第二局 第二局 这一局吧 这一局呢 经典组合 甜大嘴 这是由玩家 匡民访客 提供的素材 那么甜大嘴 是这个一般来说 我们甜大嘴 这个是合区之后 我们只能A4次 但是由于有 这个随事在 过牌呢 你还是可以的 那么场上的话 开局前卫 前卫 没想到呢 一号位 马超跳在这边 就拿我们开刀盲区 关键人家 让我们菊花一凉 张飞在此 有本事你再砍我呀 对吧 砍死我一下 有本事再来 他没有再继续撸了 而是一张乐不思数 砍住我们 主视角跳一个填锋 还结果七号位 大 这个就是大善人 大善人 一个武器 让我们出来 活动活动 筋骨 对吧 那么这一个啊 我们主视角 再来摸一排啊 弓箭手 准备放进 还有最后一下啊 关键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有了收益 有了收益 那就好了 有了收益就好了 什么神奇捣手呢 对吧 AK47啊 准备 突突突 突突突 他保了一下队友 过着桥 来 9 9 护擦 得个家 得个家 顺手 再来 冰凉寸断 这样的话 我们啊 即使 弄到队友 气排的话 其实还好啊 白银回个血 对吧 冰凉也冰出去了 但是最后呢 这边 跳了个旁桶 跳了个旁桶 瞬间进入敖战啊 这一局的话 应该来说啊 首先啊 开局一波菊花紧张 队友神奇般的一张无限 直接打收全场 捏弩 开局四张杀 可惜你没那个魄力啊 你要有那个魄力 这一局就不是这个结果了 对吧 好 当然现在场上的话 主持角这边呢 还有一脚 剑出 Nice Nice 来 捆绑 play了吗 小宝贝 小宝贝 好 那么主持角的血线啊 又上来了 那后面的话 二老一啊 就纯粹是一个魔石间的局 对吧 这你旁得人在这边 国宝 国宝在这 还是可以的 凶险 须紧身再三 放用一切 圣东建手 我们老牌啊 这不是打工皇帝啊 这是真正的天命之子 来看一下下一局 这局我还是第一次看啊 之前的话 也没有注意这个武将 李决 郭四 这一局的话是由玩家爱飞可太好了 提供的素材啊 李决 郭四呢 只有一个限定技啊 注意他这个技能还是限定技 用一次 爽完一次就拉宝 出牌阶段 你可以弃制一张手牌 并选择一名啊 与你势力相同的角色 对齐造人 也就是选我们队友 造成一点伤害 然后呢 你摸三张牌 就是一个过牌 但是要坑队友 如果该角色 已有 已发动的限定技 则你选择其中一个限定技 此回合结束时 是会该限定技未发动 就是这个限定技 还可以再用一次 是吧 对队友的限定技 可以再用一次 那这个配个马腾啊 那那种限定技非常好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局主是要跳一个凶算 二号位这边呢 刚才是直接 是不是干嘛呢 杀了四号位的 这应该是队友 那么三号位这边动一下 这边又动一下 这都是跳飞裙呢 跳飞裙 所以开局的话 我们这个局部摩擦 主是要的一个酿将啊 直接带了一波小节奏 局部摩擦摩擦 四纳魔鬼地步伐 果然来了 上来就开始翻了 当然啊 我们主是叫副将 藏了一个双雄 这个其实我们反而愿意翻面 这个道理跟太后一样 何太后 你翻呗 翻了我反而啊 这个容易续报 容易回过外去打人 那就这么简单 当然啊 这两个卫将一跳之后呢 这一局 比较好的点就是 嘿嘿 你卫将拉嘲讽啊 拉嘲讽啊 反而我这个首量的武将啊 哎 赢个一个仙区在这儿 让你们卫国去背过 但是队友啊 这个时候跳出来就不该了 哎 你作为全雄嘛 本来应该来说卫国在那 顶峰座案 嘿嘿 你马老板何必这么搞掉 啊 何必这么搞掉 那么曹丕的话 现在看看啊 总模打 那总模打 录主是小呗 啊 当然有人王盾 哈哈 录不了 那么现在而言的话 全雄这边啊 主角有三桃在手 啊 马老板的那个点 是一个薄弱点 那薄弱点 可惜啊 争计啊 有老公在这儿 就不给老公这个机会 对吧 我就要姨妈 那我就要姨妈的 姨妈的 那么这里继续被翻面 所以现在场面异常尴尬 现在呢 主视角这个点啊 牌攒的是够多了 虽然我们开局说了啊 我们说了就希望攒牌 但问题就在于 怕就怕什么 哎 你没轮到你行动啊 就被搞死了 那就很尴尬了 嗯 上家开了一个五股风灯 这个五股风灯的话 对于魏国很不友好 所以当然他这里是明跳飞位了 明跳飞位 那么现在啊 暗将们要注意一个什么事情呢 啊 如果是非全的暗将啊 这个CIO要注意啊 你全雄 你这个时候暗将里面 还有四个暗将在这 对吧 里面有多少群雄呢 啊 这个是其他势力的暗将 你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当然刚才啊 这边马腾啊 杀里点 有个地方要注意了 四号位出逃救了 你四号位这个时候出逃去 救魏国 我觉得不该啊 一个 首先你的身份啊 如果你是魏的话 你就不应该 对吧 你这反正 现在已经是大魏招嘲讽了 你这还不如猥琐到最后 如果是其他势力 你更加不应该就 你这个 对吧 放着直接过呀 后面直接是打全雄的节奏了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就是 刚才啊 那个曹屁啊 又来打我们一下 这赵云 你打什么呢 你打什么呢 这个时候啊 这个赵云就 当然啊 是小桥刚才是 有天象下谈啊 下谈 这一局打到目前 这个阶段啊 其实盟军啊 非权势力啊 打得很难啊 那边说无脑仇位而已 你要推带节奏 你不能光说啊 无脑仇位 你比如说刚才那个桃 你救了干嘛 你肯定放去吧 放在后面就是 我们说啊 不是说仇位 你要学会啊 靠你自己出牌 去把场上的节奏带起来 你要主动想方设法去打群雄 或者联合 卫武 而不是说内讧 内讧 理论之事是有 如何去实践啊 这还是有 很有点学问 那么主持者 这个勒布斯蜀呢 又被队友 嘿嘿嘿 这局观念啊 最后万万没想到 是一个大群局啊 大群局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么至于我们用一个凶算 打马腾 摸三排 刚才有双雄 这样的话 直接一波秒场 直接一波秒场 那么这一局啊 当然最后没有看到 马腾的那个现金记恢复啊 稳走四月 那么其实这一局啊 虽然我们说啊 一个看一下 李绝的这个凶算啊 配合这个 其实如果没有曹丕的翻面的话 凶算配双雄 也还是很不错的 对吧 你有过牌在 再加上先驱 所以为什么主是叫起手 就去抢手量 拿一个先驱 因为这样的话 你一旦双雄用完牌之后 雄算用完牌之后 你先驱还可以再摸牌 这个啊 是很好的配合 很好的配合 这个收益很大的 当然这一局 曹丕更多的翻面啊 他给我们也创造了 太多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这一局 最重要的一点啊 还是我 我刚才刚说的 一个局势的把握 你暗将像刚才 场上有两位 两拳 没错 打卫国 我觉得可以 可以的 但是你暗将那个时候 那还去打卫国啊 你有两个拳群吗 还有一个拳群那么多派 这个时候你还在打卫国的话 像小乔 你就要注意了 小乔你就要注意了 虽然卫言这一局啊 意识很到位 但是呢 行动上面啊 就是擦了N个档次了 当然他也没有机会 一开始好像都没有距离 后来刮了个寒冰键 还是打小乔 对吧 寒冰还是三 三间的啊 所以刚才那一局啊 决斗王 祖师角起了个名字 说决斗王啊 值得这个名字啊 好我们最后一局啊 为国收尾 这一局呢 是由玩家爱虎仔提供的蔬菜 夏侯 加徐楚 都是猛人的 猛男 哲学的味道 主要身处八号位 那么起手三杀一闪 这个牌啊 牌形其实很好 两难一万 完美防雨啊 一号位灌石挂起 起牌 二号位不动 哦 葛优出来 抢一个首量啊 拿个先驱 苦功刚起来了 主要这个刚列就直接暴露了 对吧 那你这个其实 这个打牌打下去的话 基本 技能人家就猜到了呗 被动啊 对吧 不带个人的理点 理点那边已经出了 其他的基本没有了 对吧 所以还是能想到你这个位将的身份呢 好 葛优的话 这样一波 再去铁锁年环 那么现在队友这边啊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呢 有了一个小年冻 还可以啊 还可以 逃避这个放途呢 选择了控一号位 没有放我们 这个是明的刚才有那个卖写的读条 难卖入侵 那我们这里可以继继续卖啊 可以继续卖啊 那么发现现在已经是三位了 那你为了不野上车啊 也是有必要的啊 但是我们发现啊 场上的话出现了个小桥啊 这个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尴尬了 小桥这个体力流失啊 体力流失 你一点都没有桃啊 这么多盘没有桃 不过那边啊 有几桃啊 一桃啊 一桃 还可以 现在就是要如何控住六七位那边啊 但是曹比这个放途啊 翻的 这肯定翻我们这边啊 你小怕小桥谈嘛 你不翻 没有 你翻六号位应该是 他这个刚才啊 翻翻面的顺序有问题 你不可能先翻二号位 你至少先要保八号位 这个地方的行动力 当然他说啊 我要保我自己翻一下二号位 可以是可以 但是更最佳选择 我觉得是翻六 那么这一局打到现在啊 其实魏国已经占到了上风 三个翻面 一个冰凉 对吧 那么主视角这里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活生生的 这个最强组合啊 最强 大大 最强大大 那么主视角这边为什么刚才没有缸呢 拖 你缸又不是属性啥 一拖 成名 起步驾 三四一十二 十二写 起步驾 上车辽 轻轻松松 带一波 走好 不送啊 走好不送 他这里还在挣扎啥 对吧 起步驾 两个桃 三点血 能为 我随你而来 对吧 挨个走 呼唱 呼随嘛 哎呦 最后这一个 还没能死 那主要是队友啊 三号会出头 这种人啊 哎 无法可说 啊 无法可说 这种就是鞭尸属性的 当然啊 呃 这个整体打的 他这个 槽批这个顶啊 其实一开始打的也不咋地 不咋地 好吧 那么我们最后一局的 为国收尾 为国收尾 干脆利落的 打铁锁 好 那么今天简短的一个 我们就录了19分钟了 多啊 视频给大家 最后的话就谢谢大家 祝大家 这个 该晚安的晚安 不晚安呢 那就我们多人远动 那最后啊 嗯 好 那么谢谢 大家